大家好,我是英明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和胭脂家人的合照回忆 我从今年3月2号就开始帮胭脂兄弟画他的家人 我一开始就在纸上画我胭脂兄弟还有他的弟弟陈彦豪 我用的是彩色铅笔画这幅手绘图 我画完这幅手绘图之后就发现我的画画水平有很大的进步 我胭脂兄弟还有陈彦豪当时在台湾合照的时候玩得非常开心 我5月底的时候就帮胭脂兄弟画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弟弟 我用的是铅笔还有油画棒画这幅手绘图 我当时跟胭脂兄弟、胭豪、吴阿姨还有陈叔叔在一起吃到很多美味豪华的食物 我也感谢大白兔女服务生送给我们三个兄弟喝三杯珍珠奶茶 8月底的时候我又帮胭脂兄弟在平板电脑上画一幅绘画屏 我用的是Procreate软体画这幅绘画屏 我当时是跟洛王子兄弟、胭脂兄弟还有胭脂的其他家人在胭脂兄弟的家一起吃晚餐 我很感动开学之前胭脂兄弟邀请我和洛王子兄弟来到他的家跟他家人一起吃肯德基快餐还有合照 11月11号的时候我帮胭脂兄弟在Photoshop软体画一幅家庭合照绘画品 我一开始试画胭脂兄弟的家人包括他的表弟吴欣峰 然后我就开始画背景里的五条港恩西服祖庙 导游当时帮我们在台西乡的五条港恩西服祖庙里拍家庭合照 我们四个兄弟当时站在一起跟胭脂兄弟的父母拍家庭合照感到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胭脂兄弟、胭脂兄弟、无信封兄弟还有胭脂兄弟的父母陪我在台西乡一起合照 希望我到时候有机会来到台北市的话 跟你全家人在一起过美好的日子还有拍更多的家庭合照 我也更希望你给你家人看完这篇影片之后他们心里会超级感动 还有跟你一样一直支持我的目标 还有我帮他们画的绘画品 感谢大家观看我跟胭脂家人的合照灰衣影片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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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